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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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火纵散开 田地都吹蹄海 梦回贵 终会复伟也原在 假使更同爱 无什么不变改 还是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如果我无止境的等于到 不放开 还换到每楼青丝变白 我只敢说活该 从无止境的相遇害 喜别哀 其实我看痛苦之当尘埃 以我一生正常爱 珍杯酒向大家认个错就这么算了 我呢还叫他娶了我 到时候我就要风得风 要汝得雨 那我要他收阿震进军校 也一定没问题了 上 我就是这么想 那些北洋子弟兵 态度嚣张 自以为是 好像一定会被录取似的 将军 北洋三杰今天约见你 会不会因为上次没录取他们子弟兵 而兴师问罪 有可能 那就是鸿门夜 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下以防万一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随遇而安 蔡将军 这边请 蔡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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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将军他们还没到 请到里边坐会儿 将军 我出去试查一下环境 一防万一 想不到凤仙姑娘 弹的一首好琴 我也想不到将军 写的一首好字 我看我们两个 不必针锋相对了 将军过门不认 不如是不是还在生凤仙的气 在下是怕打扰姑娘的雅兴 将军是不是觉得凤仙 很傲慢 很无礼 怎么会 是菜厄无礼 惹怒了姑娘 凤仙知道将军 并非风月场中人 来寻花问柳 也并不是要令凤仙难堪 而是要利用凤仙 达到某些目的 何出此言 心照不宣 有的事情 如果太明白 反而无趣 姑娘说得也有道理 小女子实在太鲁莽 太不知情识趣 实在不应该用酒 泼将军 不是 该泼 因为郑重下怀 我虽然是青楼女子 但不是被人用来 笼络人心的工具 冒犯了 能够为将军效劳 万幸 凤仙当初以为 将军跟其他军阀一样 只是懂得称王称霸 作威作福 后来打听到 知道将军 是为国为民的大英雄 我喜欢将军的势军十条 人人志士 训意忘身 信守不渝 勇往直前 很激昂 过奖 不好意思 在下约了人 失败 季本宫中 侠蝶飞 何官家国 是何非 姑娘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么感触 是奉仙突然之间 感怀绅士 说起来 中国应该有 多一些像将军这样的将领 多一些好的士官 来保护国家 不然 中国就会亡 这样到时候 就会有更多女子 沦落青楼 不错 我们中国 要尽快富强起来 不过你放心 我答应你 我不会让中国王 要不是因为镇局混乱 我爹生意失败 我也不会自小就被卖进青楼 渐进事太炎凉 你父母把你卖进青楼 我父母已经去世了 我是为了替他们还债 奉仙姑娘 如果将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说 其实 我有个好姐妹 叫做小丽妹 她比我更惨 从小两姐弟相依为命 她为了养活她弟弟 被迫卖身云羁绊 幸好她弟弟很乖 很好学 但是可惜 丽妹她性格刚烈 又不懂得讨人欢喜 还经常被老板娘虐打 有一次 差点被打成残废 当时被她弟弟看见了 她整个人吓呆了 自此之后 她弟弟一紧张 说话就口吃 说起来 她一心立志要做军人 她也很崇拜你 她一心想追随你 她从宝定军校退学 来转投你的士官训练学校 将军 我想你不会这么没人情味吧 刚才你还说 有什么事情要帮忙 尽管说话 我可以收她做学生 这对你是举手之劳 但是一定要考试合格 军人武德 仁 义 智 信 勇 言 我蔡某 一直都以言以律己 公事公办 从来都不寻思 枉我说了这么多话 我还以为 可以跟你交个朋友呢 秦阴是用来交知音的 诚恳是用来交朋友的 酒是用来喝 不是用来泼的 怎么样怎么样 蔡曾经有没有答应啊 答应我就不会这种脸色了 他还奚落了我一番 气死我了 他真的不收 你一定有办法啊 三位将军你们好 蔡将军已经在厢房等着你们了 三位将军你们好 一壶啄酒喜相逢 在下正在等三位一起把酒言欢 你少在这闻嘖嘖的 我们不吃这套 今天如果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你明天就见不着太阳 冷静点 蔡将军这么做也许另有原因呢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他根本不把我们北洋三级放在眼里 蔡哥您说 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兵你一个也不受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他们考试不合格 我就没办法取路他们 可能当时他们的状态不是太好吧 废话 发火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 既然蔡将军这么有要求 我们也应该配合 我已经挑选了另一批 更精锐的北洋子弟兵 名单就在这儿 你最好照单全收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向日在给我出难题 不像解决问题 蔡哥 你要不照我们的话解决事情 要不然我解决你 不要冲动 总之两天之后 我这些子弟兵 就会去你士官学校报读 如果到时候你一个都不收的话 我看你的学校也不可能开得成 你们把我的名字加在 北洋子弟兵那张名单上 其实 我也觉得有点不妥当 这么做行不行啊 刚才最快给我比的人 好像是你吧 是吗 浑水摸鱼 这样做好像不是那么好啊 那你想不想进军校啊 想啊 那不结了 那如果蔡哥是纸老虎 北洋三狗这么个逼他法 他一定会害怕 收了名单上的子弟兵的 你的名字在名单上 自然也会收你了 那如果他是一只真老虎呢 我就一百个佩服他 但是刚才你也看见了 他连话都不敢说 我就不信他敢不收 况且啊 他们都是袁世凯的人 到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将军 你叫我办的事我已经办妥 我有个旧部署 在军火库那儿守仓库 他说有一批军火 昨晚已经运到 这一份就是清单 日造六五式步枪 五百支 九响毛色枪一千支 德国过山炮五百门 蔡将军 莫参谋来找你 要莫参谋亲自来找我 不知有什么事 主要是通知蔡将军 你要的军火已经到了 现在储存在军火库 你随时可以提取 多谢莫参谋鼎力帮助 在下铭记于心 大总统答应你的事 我一定会尽力去做 况且莫某也很想知道 蔡将军接收到 这批军火之后 怎么样大展全角 最近我听说蔡将军 你收到一个烫手山芋 莫参谋是指 北洋三杰推荐 他们子弟兵入学的事 他们的子弟兵 虽然有才感 但是在下 对受训的学生 也有自己的要求 三位将军手握重兵 蔡将军你这么轻率 却就不录取他们的子弟兵 恐怕三杰不会这么轻易罢手 蔡将军 我还是劝你慎重考虑得好 士相鞠马各司其职 懂得冲锋陷阵 未必懂得调兵前将 而且每个士官 身系千百名士兵的性命 也关乎到每个战役的成败 所以人选置为重要 这样培训才不会白费 蔡某每走一步 都经过深思熟虑 莫蔡某不需要费心 既然蔡将军你这么说 莫某也不想多管闲事 告辞了 失陪 莫蔡某 为什么我们来找蔡厄呢 想证实一下 她是不是真的不收 北洋三杰的子弟兵 可收收子弟兵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她肯收 关系就会变好 而我们利用军火来挑拨 就更加难 现在她不肯收 这批军火就是炸弹 随时会爆炸 参谋长果然高明 杰子不许动 你胆子不小 居然抢我们的军火 你不是将军 你是贼 三位将军 请听我说句话 我知道三位 一直希望我录取 北洋子弟兵 当然我迟迟没答应 是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足 军火落后 我怕误人子弟 我知道这批军火 是元大总统预留给三位的 我这次特地借来一用 是用来训练北洋子弟兵 强化我们的军队 如果三位不满意的话 我随时可以奉还 表叔 蔡将军已经录取我们了 是真的 原来是一场误会 大家把枪收起来 既然是这样 以后大家就是自己人了 你们听着 以后跟蔡将军好好学习 知道吗 知道 三位真人海量汪寒 胸怀广阔 蔡将军 对不起打扰了 收嘴 收嘴 走 你是哪个系的北洋子弟兵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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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热死人了 走啊 不要吗 我知道委屈你了 但是蔡将军 不像不讲道理的人 我们求救他 一定会心软的 心软 红镇被他赶走啊 就是因为他不是北洋子弟兵 蔡将表面上公正严明 其实攀权富士 欺压百姓 我早说军人没有一个好人 一会儿你别发脾气啊 我们是来求人不是来骂人的吗 我不管啊 只要他让我弟弟进军校 我干什么都行 必要是啊 我有杀手锏 他来了 蔡将军你好 我是云姬班的老板娘小丽妹 两位找我什么事 其实是这样的 我弟弟洪震 他从小立志做军人 保家卫国 杀场杀敌 蔡将军更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 他真的很想追随你 做一个出色的士官 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之前我已经跟凤仙姑娘说过 你们的请求我办不到 蔡将军 你成立士官训练学校 就是想培育有志从军的年轻人吗 洪震一腔热忱 又是难得的人才 为什么你不肯给他个机会 你以为我们军校 会因为你们一两句话 而改变决定吗 将军 将军 不知道 你怎么才肯帮我呢 这里小小意思 干什么 希望将军可以网开一面 你想收买我 我蔡岳不是一个受贿的人 我们不录取洪震 是因为他没有达到我们入学的标准 洪震最错的就是没后台 哪比得上那些北洋子弟兵 有三位大将军撑腰 蔡将军又哪敢不给面子啊 你以为我跟北洋军私相授受 凤贤姑娘 我想请问你一句 洪震已经不被录取 为什么会有人偷偷把他的名字 放进北洋子弟兵的名单里面 你是不是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是又如何 那些北洋子弟兵 何尝不是靠关系才进的学校 一开士官学校 就是想奉承那些军阀 公开招生 只是装模作样 根本就是孤名钓鱼 欺世盗名 凤贤姑娘 你所说这些可有凭证 看来这次还是准备好 给阿震做套西装 去洋行打工的 料子的质量还不错 但是西装的款式太时髦了 我丈夫呢比较诚实稳重 有没有朴实点的款式 有 太太 我去拿款式让你选 谢谢 怎么这么巧 真是冤家路宅 蔡夫人 凤贤姑娘 这么巧啊 是啊 买料子给蔡娇宁做衣服啊 是啊 这种料子好像不是太合适 我认为呢 买块羊皮 给蔡娇宁做衣服最合适了 羊皮 能做衣服吗 当然可以了 丽妹 你有没有听过呢 人们常说一句话 叫披着羊皮的狼啊 就是形容有些人 人面兽心的意思 你怎么说 会不会有点过分了 我开玩笑嘛 蔡夫人你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不过我记得蔡夫人之前跟我说过 凡事都不可以看表面 但是我想蔡夫人 可能被将军的表面蒙蔽了 蔡将军建立士官训练学校 口口声声说培育人才 但是收的全部都是北洋子弟兵 而像洪震那种既有为又有理想的青年 却被他赶走了 实在是太不公平 蔡将军这么做 居心叵测 真有这样的事 蔡将军满口公义道德 复国强兵 其实是用军校做幌子 去巴结北洋三结 巩固势力 实现他自己的野心 这个就是蔡将军的真面目 作为他的贤内柱 你是不是应该指出他的错误 不要只是盲目崇拜 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 我的确要跟他谈谈 不好意思 我约了我先生午膳 失陪了 说不过你就走 他们两夫妻果然一条心 过去看看 看什么 看看蔡夫人怎么做贤内柱啊 来了北京这么久 一直忙于军务 也没有好好地陪陪你 这儿这么热闹 我一向喜欢自己一个人逛街 一点都不觉得闷 将军 夫人 将军 这一份是梁广总督送来的集见 呢 是 蔡夫人服侍的丈夫很细心 他们夫妻很恩爱嘛 想他这种男人 知道对他这么好吗 给我准备车 我赶着回去 是 将军 本想出来给你吃顿饭 谁知道又要赶着回去 宫是要紧 但也要小心身体 蔡将军 对不起啊 我知道刚才那么做 是我不对 但是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洪振一次机会 他真的很想为国家效力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 不需要女人为他费心 男人的事 让男人自己处理 这样事情会简单一点 蔡将军 恭喜你成立了军校 但是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北洋子弟除了名行为不简 为什么你肯受他们做学生 行事不由人 唯有权宜行事 不过迟早要解决这个包袱 大家是老朋友 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我想请你帮个忙 老朋友 能帮的一定帮 我想借舆论的压力 那次罗宜森 外面有位凤仙姑娘找你 凤仙姑娘 我不认识她 她脚步真快 这个杨梅女子 你一定要见识见识 你就是凤仙姑娘 你找我什么事 罗宾臣先生 我要投诉 为师民神章正义 是我们办报的责任 你想投诉谁 我要投诉你 第一次见面 你要投诉我 我要投诉你 违反专业操守 你们做记者的 是不是应该公平公正 不畏强权 尽量报道 社会不公平的事 为什么现在北京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有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反而你们不闻不问 如果你承认 你是害怕权贵的压力 那我没办法 我现在就走 不会再烦你 姑娘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我一定会报道出来 我要揭露蔡厄 她贪赃枉法 以权谋私 奉承权贵 欺压弱小 她开的事关训练学校 收声不公平 还有 她的人格也很有问题 怎么样 是不是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要不是跟你 做了这么久朋友呢 我一定相信她的话 立刻去报道 你应该要报道 大总统正在会见新闻记者 蔡将军 请用茶 要开军校就军校 要军火就军火 蔡将军 你真是令莫某佩服 莫参谋你过奖了 军校办得这么成功 除了得到大总统的鼎力支持 被杨三姐处处相让 特别要多谢莫参谋你 从旁协助 军校才能够无风无浪 水到渠成 你觉得这次你赢了一仗 你我之间 输赢不是最重要 我反而重视交朋友 交朋友是贵乎真心的 蔡某交朋友 一向都是将心比心 从来不会假情假意 听你说的这么诚恳 这一刻我当你是朋友 这一刻我们是朋友 以后就看看蔡将军 是不是真心地为大总统办事 既然是朋友 我想给个忠告 北阳三杰的子弟兵 个个都桀骜不逊 很难与嫁印 这次你利用他们 得到了这批军火 表面上你是占了便宜 但是我恐怕 蔡将军会伟大不调 多谢莫参谋你的忠告 蔡将军 参谋长 大总统遇到了麻烦 原总统 你对军校不公平收声的情况 到底知不知情呢 军校的做法惹起了争议 你怕不怕引起公愤啊 袁先生能不能发表一下 是不是真有结识的 你们是什么报馆的 这种态度跟大总统说话 我是美中日报的记者 传闻事关训练学校 寻思舞弊 思乡收受 只是录取北阳子弟兵 袁总统 您能不能回应一下 是啊 回应一下 好 要言止于智者 要言止于智者 事关训练学校的事务 我全都交给蔡将军处理的 要不就让蔡将军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要澄清 我们绝对没有迎私舞弊 之前我们的确收了一批 北阳子弟兵 当然他们都是有素质 有才干之势 绝对符合我们收声要求 但是我收到消息 其中有两个 在东北时曾经犯过事 而且其中一个涉嫌 强奸民女 你又怎么解释呢 既然外界对我们收声有质疑 那我在这儿做出一个决定 解除大家的疑虑 就是我们事关训练学校 之前所收的学生 全部解散 重新投考 以示公正 相信大总统 对我的决定不会有意义吧 好 一切照蔡将军意思做 谢谢 谢谢啊 这烤红薯好像很香啊 您买一块尝尝 老板 给我一块 好好好 好 真得好 你真识货啊 真的好啊 内容精辟 文笔简洁 字字珠基 真是好文章啊 老板 你看 说得好像很在行似的 你会写文章吗 写作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理想 喜欢写作啊 那你去报馆工作啊 说得对 今天是我第一天去青年日报上班 你之前寄来的那几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 正好我们走了个记者 所以我立刻就想起了你 谢谢主编 肯给我个机会 不过我们报馆只是小本经营 薪酬无一薄 你不会介意啊 我不介意 多少薪水都行 最主要有机会在这个这么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工作和学习 好 肯博肯干 有理想 真是好青年 主编 我写了几个标题 是有关蔡厄收生的新闻 你看看哪一条好呢 就用蔡厄从善如流 军校重新招生 明明是他们不公平收生在先 为什么标题这么正面呢 这件新闻非常敏感 标题还是正面一点好 现在军人当道 有谁敢在他们背后说他们坏话 如果我年轻十年 我也去从军 现在是乱世 做军人才会有前途 还有机会是强凌弱呢 我个人意见 子卿 你又去买橘子 是啊 还没吃饭就先吃橘子 你有所不知啊 每次看见橘子 就令我想起几年前回家乡奔丧的时候 爸爸送我做火车回北京 看见他在月台上面爬上爬下 帮我买橘子的背影 就令我印象难忘 你多好 你爸爸对你这么好 我的意思是说呢 如果把这种感觉写下来 一定是一篇感动世人的好文章 好 这篇文章就叫做背影 我留整版位置给你 尽快交稿吧 没钱 那就让你女儿放大 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 我们赶快住手 不然把你们的恶行登上帽子 你胆子不小啊 你不要仗着警察总长撑腰 就可以为非作歹 我是公正的记者 我不怕你 自清兄 自清兄 你怎么样 小心 先扶他起来 来 快点坐下 走走走 你们怎么可以乱打人呢 你别那么多事 信不信我连你捏倒 于少爷 不好意思 我两个手下有眼不吃泰山 得罪了 他是谁啊 你还怕他 他是于总长的儿子 还不走 自清兄啊 你没事吧 没受伤吧 没事 原来警察总长于轩龙是你爹 我的报馆很不容易才办起来的 真是不好意思 请你令无高就吧 主编 你给我个机会吧 我也想啊 可是刚才于总长打了电话给我 我很难做呀 任国 我刚刚种了点包子 拿出来给你吃 娘 我没有胃口 我不吃了 你站住 绷着个脸 现在家里死人了 没错 是我打电话给那个编剧叫他吵你的 你为什么搞得儿子连工作都没有了 这小子他没用 每份工作只能做一天 我不搞打他 不一样被人吵 哼 你打什么功这么了不起啊 不是报社就是出版社 龙生龙凤生凤 我真不明白 我于群龙怎么会生这么条笔地虫 我们姓于的 代代都是拿枪的 目前的形势当然是拿枪好过拿笔嘛 先回房间吧 慈母多败儿 这小子就是被你宠坏了 你要骂就骂我 不关我娘事 从小到大 我做什么你都看不顺眼 我要做记者 你去打电话恐吓兵警 我要教书 你去派人去学校捣乱 好了我不做事我读书嘛 你要 我是你爹 我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得选择 我现在 要你去考菜恶的士官训练学校 不准你我义 我不要选你 我不当军人 好 你不当军人 我也不让你当文人 爹 你别接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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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我儿子 就一定要当军人 他不想当军人 你不要逼他了 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后 一定要去军药报道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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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为什么锁住我爹 娘 放我出去啊娘 罗宾臣先生 冯仙姑娘 你好 我知道你今天离开北京 所以专程来送幅画给你 做个纪念 谢谢你 能不能看看 可以 这幅画呢 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齐白石教授的作品 我很欣赏他的画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欣赏 Mr.Robinson 财将军 冯仙姑娘 这幅画真的很漂亮 谢谢你 不用客气 其实应该我谢谢你 才对 全靠你仗义直言 让社会的人知道 谁是伪君子 军校才可以重新招生 看见有人吹胡子瞪眼 我真是高兴 我被人气得吹胡子瞪眼吗 你以为跟北洋军阀拉关系 就能四乡受受啊 结果还是被人揭穿你的恶行 军校要重新招生 Mr.Robinson 蔡外有公事在身 不送你上船 祝你一帆风顺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 不用客气 再见 冯仙姑娘 罗宾臣先生 你跟蔡将军也是朋友吗 是啊 我们认识很久了 上次你来包馆 他当时也在 你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你要不要牺牲洪震 来踢走那些北洋子弟兵 你这么做影响了他的前途 都无辜啊 事关训练学校会重新招生 欢迎他再来投考 其实洪震最缺乏的就是自信 经过这次考验之后 他会有所改善 您让洪震回军校 考不考得上 就要看他真本事了 好 我回去后一定鞭策他 要不是因为军校只收男生 我还会考虑录取你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很少女人这么有自信 这么有认理 做每件事都豁出去 你是讲说 我做事不择手段吗 还是有点分别的 当然有了 你那种才叫做不择手段 丽妹 丽妹 怎么会这样呢 丽妹 不是见阿震吗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完了完了 这次完了 什么完了 阿震出事了 不是阿震出事 是火车出事了 好像说基建故障 半路停了 要明天四点半才能回来 四点半 五点钟军校截止招生了 我也知道啊 早上可以再考 我就不让弟弟去宝殷 看朋友散心了 怎么办呢 凤仙 你的主意最多了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又不会修火车 你真是为难我了 那怎么办呢 完了完了完了 一定来不及了 这样吧 明天呢 你这样要去火车站接阿震 我第一时间赶去军校 火车站去军校 要一个钟头来得及吗 我会帮你拖延时间的 你包饺子给那小子吃 你关了他两天了 他什么都没吃过 只喝了一点水 他喜欢吃饺子吗 就包点饺子给他吃喽 今天是报考士官学校 最后的一天 这小子始终不肯屈服 真够绝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向我吗 老爷啊 你到底想把他 关到什么时候 其实啊 他一直都很听你的话 你就让他一次喽 我给他三天时间了 这还不是让他 他不想当军人 那你就算喽 子从复命啊 难道要我这个当爹的 听他的话 你看看你 饺子馅那么少 这怎么能香呢 任国 娘煮了你最喜欢吃的饺子 给你吃啊 任国 这饺子是你爹亲手煲的 其实你爹很关心你的 他逼你 那也是为你好啊 娘 你放在外面吧 是不是啊 我说是我煲的 他就肯吃了 还是你对 那你慢慢吃啊 吃饱了呢 爹陪你去军校 那我放在门口了 你看吃光了 吃完了饺子 是不是想通了 那就跟爹去军校吧 臭小子换衣服 任国呢 这小子吃饱了就跑了 来人 凤仙姑娘 你来找将军 蔡夫人真是嫌内助 照顾将军的确无微不至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可以做的 就是照顾好他的起居 进来 蔡夫人 松婆 我给你拿了点汤来 蔡将军 凤仙姑娘 怎么这么巧啊 不好意思 打扰你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是想求将军你 网开一面 给洪震一条活路走 洪震要考军校 应该自己来 为什么要你来替他说好话 是这样 上次洪震被你赶走之后 大受打击 所以去了保定 找朋友谋出路 我知道重考 第一时间打电报 叫他回来 谁知道火车半路中延误了 将军 只不过是宽限半个钟头 他一定赶回来的 军队是讲纪律的 我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改变规矩 将军 法律也不外乎人情 军纪是由你定的嘛 而且火车故障延误了 又不是洪震的错 你通融一下 只不过是半个钟头 洪震他真的很有诚意 如果因为这样他考不上 对他也很不公平 火车误点也是情有可原 松伯 你不是一向都很重视人才的吗 是啊是啊 蔡将军 江副官 是不是参谋长有什么事 其实这样 警察总长于轩龙 是我相识多年的好朋友 他儿子想投考军校 但是家中有点要事 所以延误了 希望蔡将军你可以通融一下 是啊 将军 警察总长儿子也是个人才嘛 将军 你应该多给年轻人机会 现在不是一个 是两个 你们肯定他来了这儿 是 总长 我们刚才看见大上野 坐黄包车来了这里 把他找出来 绝不能让他跑掉 是 总长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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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对不起啊 没事 我帮你掺了 没事吧 找不着呢 对不起啊 让开 让开 快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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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去军校了 快点 他想玩哪儿跑 我不想考军校 我再问你一次 去还是不去 从始至终 都是你想我考军校 好 既然你这么不愿意 我逼你也没意思 站住 你再往前走一步 不要怪我不顾父子之情 你即兴那么好 不会不记得 你想考北京大学 最后怎么样了 真不愿意 祝你 如果我無止境的等於到 白放開 環緩到 每流青絲變白 我只敢說活該 從無止境的相與海 起別愛 其實我 看痛苦 只當塵埃 以我一生正常愛